现在是下午的1点半 我现在的位置在四川内江农创的石牌坊 听说这个石牌坊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 我们过去看一下吧 像这样子的牌坊 农创在那里有十几座 也是全中国唯一保存完好集体的石牌坊 我们再去里面看一下吧 这个就是石牌坊的简介了 农创石牌坊共存17座 建于清朝1855年 而且这个石牌坊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石牌坊是四埋寂静期 因为今天不是周末 所以来玩的游客并不是很多 我们再往前面走 看看前面有些什么 越往前面走 修的牌坊是约币啊 这里还有一个旅游团 还有这个导游在跟他们建设 每一座牌坊上面都刻的有很多人的名字 都是清朝时候被皇上表演过的人民 牌坊周围的房子都是清朝时期 留下来的老棚子 全是用那种木头建设的 有点像傅森的感觉 在台湖上面 光明一圈 八个优劳人员 可能大概接不长 大概就有四代 所以十四代基金 记得是有客人的工作 如果大家想到 每一十五号 还可以来讲一遍 好了 四十五年员分享的过程 谢谢大家